哈嘍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的是一梯國四的天梯觀戰 我們終於久違的回到了一場天梯觀戰 我們今天要來看什麼呢?看一下日本對中國 這個日本對中國是大部分比較喜歡看的對局 不過不單是這樣子 我們今天要來看一下日本這次選擇了一個蠻奇特的開局 各位可以看一下路易這裡怎麼選的 路易一開始拉了一村蓋下一個鍛造 然後另外兩村拉過來再蓋另一個鍛造 所以他是雙鍛造開 非常新穎的一個嘗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打法究竟行不行得通 一開始的村民留在這邊 拉三隻出來,兩隻去造金礦 然後這邊拉一隻過來是開這個石頭 然後這邊村民的話就留兩隻在這邊採金礦嗎? 沒有,他拉了一隻過來 這個流程有點奇怪,應該說不好記 有可能他還在測試當中 反正這邊採了一次黃金之後 他就把村民拉過來這邊採石頭 然後剩下村民的話呢,這邊村民是補到了 目前四個村民在吃羊肉啦 阿補了一個村民過來這邊吃了這個薑果蟲 薑果蟲這邊也是開一個農舍 順便就當作開冥房嘛 這就是日本的特性 他的農舍就除了可以加人口數之外 也可以當作魔防使用 所以日本過來這邊完全沒有問題 鍛造這裡一個,這邊一個 就是後面持續的補上肉這邊 非常奇特的開局 那之前日本會選擇這樣的開局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那個啦 就為了要開TC 對,雙TC開 那 這樣子選 這我是真的比較少見這樣開 不過這樣開應該也是為了要開TC 對,就路易這樣選的話就是 早期你會用石頭 就是你封建時代你需要 造這個TC吧 那中國這裡的話可能這一把就不怎麼介紹了 因為前面開局都差不多 你就看一下上面的配比 因為中國那個開局是已經 你只要看頻道的影片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這樣開局的 中國現在的開局也是固定到不行 那看這邊村民有一隻在採黃金 那也就是說因為日本的特性他 他放石頭過來有百分之二十吧 轉化成另一種資源吧 所以他採石頭十點回來 就會拿到兩點的黃金 那這邊的話採石點黃金回來就拿到兩點石頭 那互相互補的情況下可以看一下這裡 採羊的村民現在調配到了九隻 這邊第十隻 然後這邊也剛好差不多快要四百兩百 我覺得可以再優化一點 但就差不多是這個感覺 對 應該是還在練流程啊 但是我覺得 欸 這種天梯戰就是能看到這種 比較不一樣的打法我還是覺得蠻OK 那至於他到底強不強 I don't know 好或許下一次的什麼大比賽或是一些 呃 沒有那麼大的比賽也有可能會看到啊 有可能在賽局中會用 那也有單純他 也是有可能單純他就是在測試而已 不清楚 那就是 自帶現在還能看到一點新的開局也還是蠻開心的 是不是 總算有人也是有願意嘗試這些不一樣的玩法 不然其實有點打 現在打的有點僵化了 那說僵化的話也也只能說 主流打法確實就是那幾套比較強 OK 那這張地圖是這個 洛基盒喔 那洛基盒的話 特性是中間有這種小池塘 那雖然池塘是有漁獲 不過會選擇在這邊開魚 就是開碼頭的話就偏少 應該是沒怎麼再看到在這張地圖去開這個了 你頂多是什麼開一個魔方過來吃這個沿岸魚 但效益也不高 因為這沿岸魚一搓的 小湖泊小池塘 也才兩搓魚 這相對是比較少的 所以這邊還是開下的這個倉喔 日式倉庫 庫 庫拉 那這就是會 一段時間造這個農場出來的這個建築 那這造的話是離這個TC一格農田的距離 所以到時候會 完整造完一圈 而且他這個位置很好 因為 他是在TC的後方 也就是說他是 背向這個敵人這一方 就是背對他 所以這邊不好騷擾 這邊還有樹木可以做這個牆壁 選在這邊是 是非常OK的 前期防守是沒有什麼需要擔心 這邊的石頭已經踩到300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四人總情 四百三百五 四百三百五就可以開一個TC 所以他就只差了五十的石頭 這邊一樣調配一樣是留著 一個吃黃金的村民跟兩個吃石頭的村民 剩下這邊就大量的村民十二隻調配過來這邊吃木頭 然後這邊就維持兩隻 這邊應該有維持兩隻嘛 就維持四個村民在吃肉 兩個嗎 好這邊還有一個 對 這邊兩個吃肉 一個吃果 然後一個是過來直接採農田 所以他維持四個村民 維持這個最低需求的村民樹 你需要一直不斷產的話 二十秒就是差不多是這一個配比 你就可以 源源不絕的一直生村民不斷春 然後資源掌握的會差不多 你看這裡就再長出一個農田 所以 日本之前在打雙TC的開局 就是仰賴這個倉 然後再加上第二個TC的這個 建造 建造完之後你就一樣嗎 兩TC就是經濟的保證 但就 日本開這個開局就相對比較慢 有上層什麼都比較慢 然後又很容易被壓制 所以後來日本就不太這麼開了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路易這一場吧 他兩個TC選擇位置是比較近 所以防禦上應該是 痾 相對應該是比較好防守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中國這邊要怎麼選 中國的話也是上TC 然後這邊也是上TC 然後這邊也是上TC 裝TC 然後 沒有先上宋朝 一樣是帝國學院開 帝國學院開 稅金會比較多啦 提早累積 提早這個 欸 就是為了將來打算 你早點收稅金 你之後 收稅的這個速度就會 就是收稅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不要浪費每一次的採取 中國隊的話是 也是把自己的防守圈說得非常的窄 這兩個TC幾乎就已經是貼在一起了 也不是幾乎了 兩個TC都貼在一起 所以 呃這個 只是為了產更多的村民 而且 其實這樣子的做法是擔心對手會去做這個早期的 騷擾啦 但其實日本這邊應該是沒有要騷擾 日本這邊反而是要跟中國去農這個經濟 對阿 他直接兩TC開起來 然後 村民樹的話 目前中國還是稍微的領先了 兩個TC 然後這個 中國剛剛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村民樹還是比這個對方多 應該沒有什麼漁船或商人吧 應該是沒有 但日本中間是還 不然斷村是不是 剛剛沒有注意看他是不是有斷村 但這個 這個經濟的 單位數量有點落差 可能是有斷村之類的 中國這裡呢 看一下 造了一個軍營的射箭場 阿日本這裡的話是一個馬舅 這樣子的話馬舅這邊比較 嗯 難防守吧 但有 騎手的話 你早期是可以去騷擾對手的經濟阿 阿可是正面撲過來的這個部隊是弓箭手跟槍兵 那 弓箭手跟槍兵這些組合 你騎手是蠻難打的 所以日本這邊 要小心應對這一波 而且還帶了一個村民過來要插塔阿 因為我不知道中國是不是知道他在 開這個 TC阿 應該是知道才對 因為我看中國的赤猴一直在這邊 對吧看到了 也知道他開雙TC 所以中國這時候就會想要過來壓制一下 既然他看到的對手是開雙TC 而且還是日本 他沒有道理不過來壓制 那個一樣 在拉單位 拉扯一下 日本騎手 目前兩隻 而且這邊開始出的是 路易 蠻喜歡的女武藝者 因為我之前看那個 女武藝者剛崛起的那一陣子 都是路易在 在玩那個女武藝者 他那時候出了 出的戰術就是非常純粹的女武藝者 不斷的一直突襲阿 OK那 這邊看到中國已經過來拉下第一個哨戰了 他想要先封掉這個黃金礦 OK 資源的掌控還不錯阿 他知道這個黃金礦 確實是 日本的命脈阿 阿如果封掉這個黃金礦 日本要出來不容易 而且日本現在是打一個比較 防守的打法 防守經濟 所以他要出來的話會比較困難 反而是中國這邊是優先先出場 長槍跟工兵的組合 日本這邊也是全部被克制阿 因為女武藝者也沒有打什麼加成 他就是單純DPS DPS比較高的一個輕步兵而已 那他被弓箭手打的話呢 還是蠻痛的 這邊還卡人口阿 日本還卡人口阿 趕快拉這個農舍起來 這個農舍你可以看到 他是吃完這個薑果蟲 就一直往前補 這樣剛好也不會浪費這個距離 不會讓這個距離拉太遠 然後減少這個吃果的效益 而且吃果科技也都拉了 日本這邊的經濟 我覺得已經做的算是蠻頂的 以雙TC來講 所以之前日本開局 確實雙TC開局就是這個德性 他在封建時代只要一開這個雙TC 對手就會壓過來 然後日本其實又不好防守 他的單位 就不好打啦 他經濟也沒有特別的 在這個時代有什麼加成 因為你還得升那個大名上去 這邊有升了 25% 這一圈就可以慢慢的配合上去 成型時間比較晚 成型時間比較晚 我這邊還是有做一波進攻 但我還是希望日本這個雙TC戰術 如果 還是可以的話 可以多個選擇 因為真的要這樣比的話 也不是說雙TC完全不能打 而是直上層的那個 嗯 那要什麼 水鳥G真的太好用了 說真的 不是說雙TC真的不能用 可是相對 真的是 你直接 直層去出那個 日本騎馬武士就真的比較爽一點 日本這邊還拉了一批的這個 女武衣者過來 要直接 往中國家裡這邊騷擾 估計應該是不會退 因為這邊還配了一本 一隻刀騎本過來 刀騎本旁邊可以加15%的近戰步兵傷害 那死掉還可以再加30%的 額外的這個 傷害光環 就是他死還有30秒的效果 那女武衣者因為吃到這個效果的關係 也是有所攻擊力提升了 提升了兩點 沒有研發任何的近戰攻擊 那邊提升了兩點 非常的高 那女武衣者又帶著 比較長的射程 女武衣者的那個射程比較 比較長 不是點錯單位 女武衣者的射程是1 所以他可以兩個單位疊在一起 直接砍村民 所以這其實村民損耗都是比較大的 你如果不趕快跑的話 那個女武衣者疊在這邊 這樣一坨女武衣者在這邊 這村民很快就被砍死好幾隻 我所信剛剛這一波 日本過去的 呃 這個騷擾其實只殺到中國一隻村民 中國這邊的村民術 依然是領先狀態 日本這邊也很快拉起了很多的單位 所以過來開燒這個哨戰 哨戰應該是完全不能防守得住 雖然他有手衝 他還為了要封這個黃金礦 直接上了手衝 不過這裡的黃金礦 他倒是阻止不了 而且日本已經在這邊提前拉下哨戰了 那現在什麼情況呢 就一樣 每次影片就是 講過的觀念我們當然是完全 不用說我以前講過所以你自己去看以前 因為每一次都會有新的朋友進來 另外還是要說 經濟 跟軍事 就是 你選擇軍事你就不會有好的經濟 你選擇經濟就不會有好的軍事 那他的 他是有一些 互相互斥的關係嘛 你說像日本現在是選擇雙TC開局 他軍隊一開始就勢必 沒有辦法像中國一開始那麼多 那當然這邊打的話你看中國這裡 已經是第三時代了 他的經濟 他其實 中國也不算 不是經濟開局 因為他也是兩TC拉 所以他今天 兩邊都是經濟開局 那就是看誰的戰損好 對不對 那這邊交換的話 因為有長矛期的關係 日本這邊應該是完全不好打的 他沒有出任何的長項兵 所以日本的步兵打這個長矛期是沒有勝算的 就算是 刀旗本也沒有用 那女武力者非常怕這個裝甲部隊拉 那我剛剛那個話說一半 因為 我剛剛其實想表達的就是 如果今天中國是選單TC 然後去強壓日本的話 其實日本的壓力會相當的大 就是如果他去出什麼衝車之類的 日本不好打 因為他是雙TC開局 所以他需要時間去承行他的經濟 這不一定 有辦法擋住中國的一波 但因為這場中國選擇的也是雙TC 所以他也是經濟開局 只是他沒有選擇到最極致的宋朝 宋朝經濟 因為宋朝的話他村民可以再產更快一點 他沒有這麼選 他就變成是中國今天進攻 只要沒有把日本的 他只要把日本的軍隊打掉 那理論上軍事強應該就是強在中國 所以中國現在的軍事就相對殘留比較多 那當然一部分是因為他上了第三時代拉 他這個裝甲部隊 日本在封鎮時代本來就不好對付了 所以這一波就非常的關鍵 日本的雙TC開局就經常會遭遇到這種情況 就是對手 你出不去 沒有辦法先頒勝物 然後反而在家裡發展的時候 對手也上城堡 然後也攻過來 所以日本現在防守就是一門考驗喔 看一下這一波中國 進攻的日本如何做防守 長矛期還真的是不少 六隻長矛期 後續還有關刀 還有這個工兵 那日本現在 陸地部隊一看日本只剩五個 那中國還有二十個 這差異真的是蠻大的 這邊還有關刀在這邊鬧 這裡有騎兵的騎本喔 這邊叫騎兵騎手 但是刀 呃 裝甲步兵叫 那個刀騎本 然後這個叫騎兵騎手 翻譯一樣都是沒有統證 有些有改有些沒改到 那 那 你如果上第三時代日本 一定選這個水鳥居嗎 啊水鳥居的一代你裝到馬修 馬修生那個騎馬五四 騎馬五四配這個 騎馬的騎本 他的傷害會增加非常的多 所以 這搭配還蠻重要的 現在日本是沒有辦法 感覺這個TC應該是要讓 應該啦 但我看他有在修 好 最後一波這個村民拉上來修 然後單位拉上去要反制 我們看一下日本這個反制能不能成動 因為中國這裡是其實蠻多長矛騎的 這裡拉了一個窄口 日本的槍兵的接戰範圍也很小 中國的接戰範圍也很小 但是這個克制的關係 其實日本的槍兵看起來有十二隻 中國的長矛騎 好像是擋不住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這樣直接硬扛的 有點傷 日本的傷價值稍微的扳平過來了 中國這裡主打的是一個長矛騎的流派 啊日本這裡的話就是防守反擊嗎 村民術還是比不上那個中國拉 看一下資源進帳吧給各位看一下 資源進帳你看中國還是好很多 哈哈 中國進帳 中國這裡的這個資源進帳還是比日本好很多 不用說因為這個村民就本身有落差 對日本這個雙TC這個開局就 優勢目前這一把我們看就沒有到很大 啊中國本身自己有收稅有監督 前期的加成還是蠻多的 中國的軍隊依然非常的多 工兵還是要小心操作啊 這裡感覺很多長矛騎都沒有在操作 要被長長兵戳好玩的你看這裡 這就比較傷啊 這種小操作還是要做一下 尤其工兵要排程去點殺這些長長兵 就是空起來啊右鍵直接先點這些單位然後排程讓他去擊殺 不要讓他用不要自動就是不要讓他在那邊free free a 不要讓他自由攻擊他自由攻擊會亂打 他會打擊比較近的目標 所以你會打到那些裝甲部隊 那你的工兵工兵是對輕就是工兵是對輕甲有加成的 輕步兵加了一倍就是兩倍傷害了啊 17點沒有17點傷害所以你一定要讓工兵先去抓對方的長槍 這是極為重要的事情 喔這裡日本的 起碼日本武士也是在鬧中國的村民喔 中國這邊又想要拉萬里長城了 而且一代這邊神之生旅還過來搬 中國上城很久但是他沒有第一時間搬 因為他要爆更多的部隊 我覺得又扯回我們一開始講的這個 你要選擇某一項打法的時候 就另一個打法就勢必會減弱 你選擇軍事 那你的經濟就會弱 你選擇經濟你的軍事就會弱 因為經濟需要時間 時間長了你軍事當然就會突然又 又搶起來 但這就是要時間投資啊 所以這個 競技遊戲就是這樣嘛 一場博弈 我今天選擇這個打法你可以選擇另一套打法反之羅 類似這種概念 不過中國這邊部隊也撐了不少 草貓騎弩兵東兵日本這裡長槍 女武役者跟騎馬武士 呃看一下應該日本比較優勢啊 因為日本這裡裝甲部隊只有日本武士 啊中國這邊出了很多弩兵 所以長槍兵跟女武役者砍這兩個單位又很快 那騎兵只要 站好位置就好了 所以到城堡時代這個時間點 哦日本又搭配他的騎本的話 整個傷害提升幅度是相當大的 你看這個女武役者 這已經有11點傷害哦 然後長槍兵的話這邊也9加5了 這邊有刀騎本帶隊嗎 你看這刀騎本 還帶這個日本最經典的那個鬼面具 啊騎兵的話 他好像還沒有升騎兵騎本 他全部選刀兵騎本 騎兵騎本帶過來的話 這個刀騎啊 加的傷害也是非常多 也是蠻可怕的 然後不要忘記 日本在黑暗時代就多了近戰一攻 所以他在這個時代 是會比對方再多一點近戰攻 所以日本打這個近戰部隊 本來就比較優勢 一點還是差很多 你就想10個單位就差10點傷害了 所以在大部隊交戰下 在四代是非常常見的 你大部隊的交火下 你的攻擊力多一點 長久戰你就是交換比就是比較好 那中國這邊已經是拉起萬里長城了 這邊要進東也沒那麼的容易 大明宮殿看到有在升級了 經濟會再往上拉哦 日本打到這個時候 經濟就不會差了 因為他有這個大明 大明宮殿大明莊園或木服將軍城堡 一路往上他的食物經濟會再往上飆升 而且他這個艙已經提供他一圈免費的農田了 再加上這邊 再繼續往外擴張 這個農田加成都是非常多的 對日本其實開艙的話 你就是那些 資源雖然說 帳面上看沒有比較多 可是他其實省下了蠻多的木頭 就是那一來一往 也不會說真的差到哪去對吧 所以來看一下 日本這邊也是在做了多線的進攻 中國這裡看到上面的部隊 也是趕緊過來補牆壁防禦一下 quick wall 可以 哦 這裡 這村民修應該有機會修回來 中間這裡的交火 看一下日本這裡 刀棋本 高騎兵 還有長槍兵 女武藝者 這裡的工兵根本不是對手 退回牆內 隔著牆攻擊 這邊有幾度的優勢 看一下這裡哦 好 日本上面已經突進進來了 那中國這邊的話呢 派了自己的長毛奇過來防禦一下 請 沒有擋住 但下面這裡日本又再次做了進攻 以資源目前的進障來看 日本這邊已經是要追追上來了 他黃金的進障已經是到了一千兩百多了 其實挺高的啊 追追進來 這沒有開武嚕嚕 開武嚕嚕可以稍微逼退他一下 有中國的生女在發呆 日本這裡又是一個 什麼都有的組合 有長槍 有女武藝者 然後有 日本 日本的騎馬武士 還有 刀棋本 全部都塞在這邊 日本的近戰攻擊真的是相當的高啊 中國這裡剩下 滿多的弓箭手 但弓箭手在這個時刻根本沒有什麼用 弓箭手打到後面 除了長槍兵之外就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打了 不過還有女武藝者 這也不會到完全沒用 對 因為日本不一樣還有女武藝者 上面這裡蓋了一坨 一坨莫名其妙的牆壁 我也看不懂是怎麼蓋的 好 反正總之莫名其妙的蓋了一圈 這樣 這也滿誇張的 這邊在搶那個 搶鬥地主對不對 搶地盤 那邊 到處的亂框亂 亂刮 就是為了要讓那個牆壁不要被封死 然後就造了一些 就是跟人家玩那個垂直牆壁盤 OK 結果日本在這個期間你看他是直接上總指導牆將 總指導鐵砲場 總指導鐵砲場 這個可以給他免費的票 然後你可以用票免費換單位 那通常都是換大桶啦 大桶這個單位打建築是有加成 沒錯但其實大桶最主要就是 他打部隊其實也算是 巨堆也是滿痛的 日本這個時候升到第四時代 中國的壓力也會 隨之的增高 而且日本到這個時候 你看他的 幕府將軍城堡升上去的是吧 還沒 大明宮殿 這個農 農田的進帳就已經有兩千 兩千九百多了 當然他是分了很多村民去吃食物啦 外面這裡 很多食物都已經開始了 他中國這裡 現在 不知道什麼時候上宋朝了 反正他現在在宋朝了 村民宿中國是微略的贏了一些 不過日本現在也營運到了 現在遊戲時間來到23分鐘 所以他其實不會弱 現在他的經濟一定是也還不錯的 第四時代之後的精銳女武藝者 這裡攻擊力跟著刀旗本嗎 剛好八加六的傷害 八加四 等下他沒有收到刀旗本的效果 欸 為什麼啊 等下刀旗本在旁邊 近戰步兵加百分之十五的傷害光環 為什麼他沒有吃到效果 該不會有什麼bug吧 剛剛民有然後突然消失 我就看不到那個buff的效果 噓 這個棋子 這棋子還插在這個中國的家裡 日本棋子還插在中國的家裡 對啊 啊 等一下又亮起來了 這剛剛為什麼會消失 這個東西沒有什麼攻擊狀態下 會不存在的事情吧 現在他又回來了 剛剛又消失了 確定是為什麼 對 喔大統來了 大統來的話中國這個 建築 是有機會可以很快拆掉了 但是沒有操作到就是了 現在中國 日本也是打了非常多的多線啊 到處都有單位 這裡要強行突破城牆了 但是這個等一下 因為大統他是打建築 這不是這城牆不算建築 所以他打下去的傷害其實蠻低的 對 這還是要注意一下 那這個是城牆 所以他打城牆有加成才可以 這不算建築 這蠻癢的啊 不然他加一百三 一百六 一百五十八的傷害 其實應該要蠻高的 還是其實有啊 欸等一下 剛剛不會其實也是有嗎 一千 一百三 唉唷 可能也是有喔 這可能也是建築的一種 我看那個血量扣的還算是ok 沒有說到很慢 因為他原本的攻擊力只有二十八 所以應該是有啊 那我講錯了 對 這個大統其實打這遠程 就是打這個牆壁也算是 有建築的傷害 因為他是防禦建築 所以沒有事情 剛剛我亂說了 啊 啊中國現在是怎樣 到處都被 都被騷擾 是不是 日本還衝進來 補上了帝王時代 才可以建造的城堡 然後中國這裡是全面被圍城 日本現在是全部 壓上這個中國的 城牆外面 全部都是日本軍隊 現在圖控整個被日本拿走了 分數上 你看路易這裡是七千八 啊中國這裡是五千六 中國這時候為了對抗 日本這裡的 科技的差距也是 趕緊的拉到了帝王時代啊 這是沒有辦法的 可是現在軍隊的數量是 84比0 是怎樣 中國 中國只剩一窩蜂了 現在唯一能幫中國的只有這些長城 這長城一旦陷落 日本就要全面進攻 但這邊已經陷落了 兩個大同直接把城牆給拆掉了 剛剛我說錯了 那個大同打這個城牆還是有加成 因為我剛剛想到的是那個衝車拉 衝車有特別講那個 對城牆的傷害我 我突然想起來不對 因為衝車打城牆還有額外的殺傷 他才會那樣血 所以像大同這個建築的話 因為這個是防禦建築 所以還是有傷害的 對還是有加成 所以大同果然還是不錯的 我帶這個大同過來 免費的工程單位 就算連這個萬里長城也是很難防守 他這裡有那個嗎 他是蓋了長城門樓拉 不過也只能防一邊而已 一道一道牆壁把你撕裂 這女武藝者又 六十四個 而且助力還有二十四個女武藝者 這邊要混這個日本武士了 一窩蜂這邊很囂張 兩台直接爆打一波女武藝者 確實是蠻痛的 但這個數量差 你說呢 日本這邊已經是全面入侵中國了 哈 中國這部隊是零欸 你敢信 日本後期的這個經濟直接飆升 然後打到中國的圖控變得很差 所以後期的你看這個日本的經濟 其實也沒有不行 只是他前期就比較需要花點時間發展 也不是雙TC不好用 不是雙TC 也對應該說也不是雙TC不好用 只能說這個直層的 嗯 水尿具真的是太好用了 不過你看一下這場的日本雙TC 欸也是大有可為嗎 那後期的經濟起來 你看他單位也是遠遠不絕一直噴喔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帶到這裡喔 看到這邊不要忘記點贊支持一下 那我們就起來下次更多 第一國四的相關對戰影片喔 就一樣下個影片再見啦 拜拜